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们喜欢 这次将要展示的五套衣装都是温暖柔和的秋冬系列 那么快来一起看看吧 第一套 雪国公主搭配 这一套的出现是因为想要用上皇冠作为头饰 打造一套有公主感 同时又适合在冬季上猎场的服饰 整套搭配以白色毛绒 金属部件和棕褐色皮革为主 营造雪国里的公主的感觉 类似公主裙长长的裙摆 增添贵族的气息 因为裙装和靴子已经包裹的比较厚重了 上衣就选择了简单的皮毛抹袖来平衡 皮毛很保暖 所以应该不会那么大 袖子也选择延续了服饰上皮毛和皮革的质感 这一整套可以改色的部分很多 大家可以按喜好变成别的公主系列呀 第二套 白绒绒兔搭配 这一套使用了白兔兽的上衣和裙子 这套上衣和裙子真的超可爱 有一种马上要过圣诞了的节日感 但整套的白兔兽套装显得非常臃肿 因此选择可以适当露出部分四肢的袖子和靴子 会让整个角色看起来清爽很多 改色的部分主要去掉了原始服饰里鲜明的蓝色 比较灰调的颜色更适合秋冬季 那已经这么可爱了 当然要再搭配妹妹们很可爱的头饰呀 不如来参加这个男生 大家可以选择 纸巾鱼 至于近城派呈了 是分比较而不 migrant 那是科学的帖子套酒 第三套 暴戏少女搭配 这一套是完整的水生兽套装 本身穿全套就非常好看了 只是原始就没有搭配头饰和袖子 所以我试着穿上贝壳头饰 因为贝壳头饰的脚很像骨头制品 所以能够尽可能保持不打破原来的野性 冰亚龙的袖子也是同理 骨头质感的护甲袖子和上衣肩膀的部分也有复印到 颜色也基本遵循了原始的黎黄色 稍微调淡了一点来适应冬季的气氛 这一套像不像是幻化成人形的豹子上女 一进一步 第四套 部落公主搭配 这一套的来源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头绪很有意思 整体头发都可以改色 特殊的头骨和羽毛装饰 穿戴上就有一种来自狩猎为生的 不知名隐藏部落的感觉 由于头发绑的还是很可爱 所以整体套装想要打造出一种 部落长女儿的感觉 那既然是部落公主 就要热情有活力 聪慧可爱的同时看起来很会猎龙 狩猎能力一点都不输大将的感觉 野兽头饰 皮毛抹胸和袖子 宽大的长裙 很利索的长靴 虽然整体造型用了粉色 却丝毫不会影响气场的行程 最后第五套 风姿萨爽搭配 这套的搭配是因为蚌鳄龙的披风上衣太好看了 但整体蚌鳄龙穿起来一点都没办法突出披风 包裹太严实 从正面看不见身后有披风在挑 一直想给它配一套轻便些的服装 刚好水上瘦的裙子轻便好看 又有超多改色部分 融融的质感也可以完美搭配披风上的毛毛 四肢的部分我想要营造最清爽的感觉 所以试了一圈就只有贝壳套装穿的最少啦 那大家如果有找到合适的袖子和靴子 也欢迎来和我分享哦 那么到这里就全部介绍完了 在影片底下给我留言 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套吧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之后我也会不定期分享更多的魔物猎人和其他游戏的影片哦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